海域大世界来关心 中国大陆选在裴洛西离台之后展开围台军演 日本防卫省指出中共有五枚飞弹 落入日本专属经济海域 另一方面正在柬埔寨参加东协外长会议的中国外长王毅 除了和日本外相的会谈喊咖之外 4号晚上更突然离开了晚宴会场 推测式台海情势升温 不愿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以及日本外相林芳正同席 中国大陆从4号起展开围台军演 发射多枚弹道飞弹 引发区域海空域紧张 日本也坐立难安 日本防卫省表示 有五枚飞弹落入了日本专属经济海域 另外还有两架无人机飞越冲绳和宫古岛上空 中国的行动を強く非難し抗議をし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 軍事訓練の即刻中止を改めて求めます 日本表示 这是中国飞弹首度落入专属经济海域内 日本外相和防卫相接连提出强烈抗议 日本防卫省的飞弹轨迹图显示 有五枚飞弹落入冲绳波照 尖岛西南方的日本专属经济海域内 这其中有四枚飞越了台湾本岛上空 轨迹图上明显有一条飞越台北的轨迹 还有一枚擦鞭落在日本专属经济海域外側 另外有两枚落在台湾西南方的演讯区 一枚落在北部的演讯区 中日在有关的海域还没有化解 所以不存在说有关的这个军事行动的区域 是位于或者说进入了日本专属经济区 不过北京方面表示 中日并未化定海域界限 不甩日本抗议 而在柬埔寨举行的东协外长会议 日本外相林方正原定要和中国外长王毅会谈 因台海危机卡关外 当晚东协高层晚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日本外相林方正都是坐上宾 中国外长王毅却在晚宴前突然离场 中方并未说明原因 不过外界认为台海紧张情势升温脱不了关系 就能问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